继《画皮2》成都首映时陈坤独撑场,上海电影节《红毯》、周迅、冯绍峰等主创未能齐齐亮相之后,6月17日,影片《画皮2》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首映发布会,主创阵容依旧不太整齐,只有杨幂、费翔、陈廷家三位演员亮相,而主演陈坤、周迅、赵薇三人的齐齐缺席,不禁让整场发布会倍感寂寞。 作为综合歌坛三十多年的前辈电影的新生代,费翔当场就笑颜自己是最老的电影新人。 据悉,费翔此次在剧中颠覆了以往留给歌迷们一贯深情款款的印象,扮演了一位反派角色天狼巫师,其真名中略带一些恐怖的表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活动现场,费翔也和大家分享了此次跨界出演电影的感受,还直言电影界要比歌坛可爱得多。 在这一次,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了,可是我真的会觉得电影界是非常可爱的,非常可爱的地方,比歌坛要可爱多了。